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周三的灵修,我们希望向你展示 上帝的话语是充满能力与生命的 上帝会通过祂的话语与我们说话 圣经中的每一段经文都有属灵教训 例如,舍命祭祀在三千五百年前赐给以色列子民的 但是我们今天也可从中学到宝贵的一课 因为上帝赐给每个人圣灵的能力 让我们每天都能享受祂的话语 所以我们鼓励您每天自己阅读上帝的话语 三千五百年前,当上帝带领以色列子民 脱离在埃及的奴役之后 被解放后,他们却向上帝抱怨 说他们在埃及做奴隶的生活比在旷野沙漠里做自由人还要好 他们这个万恩负义的态度使上帝非常神奇 以至于上帝使他们在沙漠中漂泊了四十年 四十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一代人过去了 如今四十年后,他们即将不再漂泊 并将进入允许之地 这时,莫西就在《舍命纪》第八章二到五节中告诉以色列子民 他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 是要苦恋你,试验你 要知道你心内如何 肯守他的诫命不肯 他苦恋你,认你饥饿 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 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耶和华里所处的一切化 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 你的脚也没有肿 你担心你思想 耶和华尼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 上帝是提醒他们 虽然是上帝使他们在沙漠中漂泊 但也是上帝照顾他们 聘每天给他们食物 上帝使玛纳从天降下来喂养他们 只有当上帝的子民真正挨饿死 他们才会感激上帝为他们所提供的 今天,我们也像三千五百年前的以色列子民 像他们一样,我们也是从罪恶和死盲的如狱中被拯救出来 但也像他们一样,我们有时候会忘记上帝的良善 并向他发渊源 像他们一样,只有当我们感到卑微 并经历缺乏时,我们才会真正感恩上帝的供应 上帝昨天,今天和永远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觉得自己好像深处干枯之地 你觉得每个人都抛弃你 请记住,上帝并不离弃你 而是让你为更伟大的事做好准备 第三节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耶和华里所出的一切化 给予人们生命的不仅仅是食物 没有上帝圣神圣的赐鱼的话语 我们可能没有生命 我们不是单靠食物而活 而是靠主口里所出的一切 也就是任何上帝选择赐给我们的一切 总而言之,上帝是我们的全部 当我们遇到困难时 我们很想抱怨并希望迅速解决问题 但有时候上帝会带领我们进入这个困境 以便教导我们完全依靠它 向我们表明我们不是只靠食物而活 上帝是要教导我们 是为了向我们表明 我们的生存不仅是拥有我们所需要的 我们是需要靠耶和华里所出的一切化 让我们祷告 我们的父神,请帮助我们渴望祢 及用祢的圣言喂养我们 阿们